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永不坠落的小鸟 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课程学习 我是老师 7 那么在上节课中 我们介绍了Q函数 以及Q矩阵这么一个概念 并且详细讲解了 Q函数中的两个参数 是什么意义 Q矩阵的作用上节课已经说过了 Q矩阵是一个决策矩阵 它比这个R矩阵更好一点 能够辅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决策 那么这节课我们主要讲 如何利用Q函数来更新Q矩阵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先来描述一下 Q矩阵算法的怎么来训练 这么一个流程 还是以这个上节课那个例子 首先第一步 给定这个参数 γ和这个矩阵R矩阵之后 这个奖励矩阵 那么第二步 在给定了第一步的这个条件之后 我们先把整个Q矩阵初始化 令Q矩阵中 每一个元素都等于0 第三步 for each episode 这个episode的意思是一轮 就是训练一轮 继续学习中 很喜欢用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在每一轮中 我们随机选择一个初始状态S 我们从这个012345中 当然不是5 从01234 这4个不是目标状态中 选择一个初始状态 作为初始状态S 那么如果这个S不是目标状态 没有到达目标状态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循环 那我们执行下面几步 在当前状态S 所有可能的行为中 选取一个行为A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在状态3 我们状态3 可能的几个操作 转移到状态2 转移到状态1 和转移到状态4 我们随机选取一个行为A 那么我们利用这个行为A 转移到了下面这么一个状态 比如说我们转移到了状态1 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公式 QSA等于R 这个奖励值加上 伽玛乘以maxQSPAP 就是1 下一步的可能的几个操作 转移回3 或者说转移向5 求最大的乘以伽玛 然后利用这个公式来计算QSA 那么这步完成之后 从3转移到了1之后 那么1就是当前状态S 如果1还不是目标状态 我们再从循环的 执行这么一个过程 这就是Q学习算法的 这么一个训练过程 那么当训练完成之后 也就是当这些值 慢慢的开始更新了 形成了这么一个Q矩阵之后 我们该如何使用这个Q矩阵呢 这就是它的使用过程 那我们随机选取一个当前状态 S0 或者说我们指定一个当前状态 比如说我们指定当前状态为2 那么如何来使用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确定A的过程就是去查询这个Q矩阵 这个时候就不是查询R矩阵了 而是查询Q矩阵 那么从Q矩阵中找出一个是QSA A hat 这么一个值 最大的一个值 来去执行下一步的这个XA 那么到达下一个状态之后 那么令下一个状态变成当前状态 然后再重复执行这个过程 直到S成为最终的一个目标状态 那么单纯的形式化的用语言来描述 这个Q学习算法的训练和使用过程 大家可能还是有一点运运糊糊的 不知道这个算法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下面我们用一个详细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沿用的还是刚才那个迷宫那个例子 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Q矩阵初始化 Q矩阵的这个形状 大小与这个R矩阵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这个把它照搬过来 那么Q矩阵的初始化 所有的元素全部复出之为0 那么Q函数的那些参数 γ我们把它设定为0.8 初始的这个状态我们设置为1 下面我们来完整的看一下这个训练过程 也就是Q矩阵更新的过程 那么第一轮episode 假设这个初始状态为1 我们观察这个R矩阵 初始状态为1的情况下 它可能转移到的状态为3和5 这个时候还有两个可行状态 我们随机的选取一个状态 注意这里我们是随机的选取3或者5 而不是说我们看到5更大 我们就直接直接执行这个5 从1转移到5这个动作 不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上一节课说到了 这个要考虑长远的利益 由于我们这个例子状态数比较小 我们可以一眼看出来 哪些是什么也不存在很多的长远利益 但是并不是说从这一步转移到5 比转移到3的这个收益会更大 我们就一定要往5这个方向走 有可能在更复杂的问题中 那么后续转移到3可能会更为有利一些 这点是需要提的 那这两个可行状态 我们随机的选择一个 假设我们选择了状态5 那么我们如何来更新这个qg症呢 利用刚才那个公式 这公式我已经列在这儿了 qsa等于r加上γxqspa 我把这个值带入进去 来看一下 那么s是1 我们从1转移到5 随机选择的5 q15等于r 我们查询这个矩增 r矩增 发现r15这个值是100 r15 加上γ我们设定的是0.8 乘以max 那么s'表示的是5状态 就是1的下一个状态 5状态 它所有可能执行的一些动作 a' 我们来看5 还是查询这个r矩增 这个时候不是查询r矩增了 所以是qsa' 那么我们先从r矩增幅看 这个5可能转移到的几个状态 5状态可能转移到1 4和5 那么这三个状态 我们再来看这个q矩增中 q51 q54 q55 表示从5转移到状态1 5转移到状态4 以及5转移到状态自身 我们来看这个q矩增 由于q矩增这个时候还是初始化的状态 值全为0 所以这三个值取值都是0 我们把这个值带入进去 q15等于100 加上0.8乘以 这三个值都是0 所以最大值也是0 所以最后q15的值是100 那我们把这个q矩增更新一下 注意我们每执行一步状态转移 都伴随着q矩增这么更新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 由于5是我们的目标状态 那我们这个已经达到目标了 所以第一轮的这个episode就结束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第二轮的episode 同样 我们随机选择一个初始状态 假设这次我们选择的初始状态为3 我们还是观察这个r矩增 状态3 可执行的动作 可以转移到状态1 2或者4 他这有三个状态供我们选择 注意我们这里还是随机的选择 一个动作进行执行 那假设我们选择了执行这个动作 转移到状态1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利用刚才那个公式 就是q31等于r31的支持0 加上0.8乘以max 由于我们已经转移到转移到状态1 我们来看一下还是查询这个表中 1未来可能的一些可执行的动作 1可以转移到状态3 可以转移到状态5 好我们这时候查询q距 maxq13 maxq13是0 maxq15是100 那么显然是100更大了 所以最后的值 q31等于0 加上0.8乘以100 等于80 那么我们执行完这一步之后 同样更新一下 q距阵 那么q31 位置在这 对应过来 q31的值更新为80 然后这个时候 1状态 它不是我们的目标状态5状态 所以这一轮episode还没有结束 我们仍然需要继续进行这个状态转移过程 那么现在当前状态是1了 跟刚才第一轮episode一样 1可能转移到状态为0 为3或者5 这两个状态 就是我们还是假设转移到状态5了 那么继续去按照公式来更新 q15等于R 15加上0.8乘以max q51 q54 以及q55 这里这几个值还是没有被更新 所以这三个值还是0 最后算出来的q15的值还是100 那么q15100 不变 所以不需要更新 这个时候由于我们已经转移到了状态5 达到了我们的目标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第二轮episode也结束了 那我们就举这两个例子 后续我们重复执行更多次的episode 直到矩阵q达到一个收敛 什么叫收敛 就是进行一定数量多次的episode之后 我们随机选择012345都有可能随机选择出的状态 那么在每个状态随机选择可行的这个动作 来不停的更新这个q矩阵 当最终q矩阵无变化 或者说这个变化非常小的时候 或者可以就是从100为度量的话 如果只变化1或者2这么很小的值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q矩阵已经达到一个收敛的状态 那么其实也就是上一节课上上节课所说的 马尔可夫决策过程中这个达到了一个平稳的分布 那么最终q矩阵达到收敛的状态 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截止都不是那个单纯的跟儿矩阵一样 只有最后一步的这几个字 矩阵中很多地方都有相应的一个一个决策值Q值 我们再把Q矩阵标准化一下 除以矩阵中最大的元素500 得到这么一个形式 那么这么一个形式可能还是有点不太直观 我们把这个Q值直接画到这个图上 这是原先奖励矩阵的值 只有最后一步有100这个奖励 那么现在我们把Q矩阵画到这个图中来辅助我们决策 那下面就是如何使用这个Q矩阵的问题了 使用Q矩阵就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看 假设现在的初始状态为2 我们的目标状态是5 而如何从2到5呢 我们根据这个Q矩阵来完成这个过程 从2到3 这个值是64 好像也只有这条路径 所以我们执行从2到3的这个转移过程 那么到达状态3之后 它面临着三个选择 转移到状态2 转移到状态1或者4 那么可以看到从2到 从3到2的这个状态转移的Q值是51 而到1和4的这个Q值是80 所以显然81比50要大 由于这个转移到1和4的这个Q值都一样的 我们随机选择哪一个都可以 那么假设我们转移到了1 那么1也面临着状态1 也有两种状态转移的这个动作 转移回3或者转移到5 那么转移到5的这个Q值是100 转移回3的这个Q值是64 100比64大 所以我们执行这个转移到5的这么一个动作 那么可以看到 当这个Q值训练完成之后 一个智能体一个agent 或者小白鼠 它就按照Q值的这个指示 每次都找最大的这个值行进 就可以达到最终的这个目标状态 用起来就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Q学习算法的这个训练 和使用过程之后 下一步 那就是如何把Q学习算法 应用到这个FlappyBoard中 就是这一个建模的过程 单纯的学会Q学习算法 没有用 因为你不能去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FlappyBoard这个游戏 怎么样把它化归为一个数学上的问题 把FlappyBoard中这个鸟这个行为状态 以及它的奖励量化 变成一个可以用算法来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 非常关键 你只有把它状态 行为奖励等等一系列东西 用数学的语言 定义好 有这么一个模型 之后 我们才能更好的应用Q学习算法 那么这就是我们下一期课需要讲的这个内容 我们这期课主要讲解了Q学习算法的这么一个更新Q居正的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不理解的话可以再反复看一看这期课中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例子 理解了之后 下一步 我们讲用接完FlappyBoard这个建模过程 我们就能够把Q学习算法用起来了 这些课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